首先特别注意 他加上去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label的一个物件 我用label物件的方式 然后把这里面的文字 把它再放进来到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他加上去的方式 比较是这种物件导向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 第一个我取得就是说 我现在select的date 就是说我点的时候会 除了会触发一个 这个selection change的事件之外 也会知道说 现在到底选取的是哪一天的日期 然后把这个日期部分 先丢给前面这个dt的这个物件 先帮我储存起来 那储存之后的话 我再做比对 比对什么 比对这个部分是不是一个日期 如果是一个日期的话 我再做下面的动作 那你会想说为什么要判断 其实如果你执行的时候 在还没点的时候 他一直都在扫描 一直都在扫描 也就是一直扫描 到底你有没有点击动作 如果有点击动作才会取得一个日期 才会去做下面的事情 否则的话呢 他不会做下面的事情 那假如说我今天就点了他之后 比如说这地方 再一次 比如说我除了这一天之外 我这一天也有 点击的时候呢 他才会去有一个select date的日期 才会进到if的判断里面 并且呢帮我把这个 这个里面的文字呢 塞到里面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文字塞到里面去 特别注意哦 点下去有没有 这个这个部分呢 点下去之后 他会跑到这里来 那这个动作呢 他怎么做到 特别注意 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label的物件 所以这里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呢 我必须要在这边宣告一个label的一个物件 那物件名称我叫lbl的message 它是new一个label 再来的话呢 我就取得什么呢 取得一个换行符号 一个enter 然后并且的话呢 为什么这地方要签一个换行 因为我们Karen的上面是有一个日期 那我必须怎么样 让他换行 否则的话他会跑到日期的旁边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呢 我取得什么呢 串接testbox1里面的文字 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方式呢 利用1 1的话呢 是我们这边有传入的一个object 一个object 这个object的部分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其实就是system里面的一个物件的一个 一个传递的参数 那点里面我们会取得什么呢 取得一个sale sale就是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点control 然后把add之后的 并且把这个label怎么样呢 把它add到那个格子里面去 把它add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把这里面的testbox把它清空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也就是说我打了一些字 然后我希望呢 在哪一个sale add一个label 点下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把add进来了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有两个事件 两个事件部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